我們來回顧一下上一個回合的超導體革命 1986年瑞士的科學家Benos跟Murer 他們發現了一種新的銅氧化合物 是類似陶瓷的材料 在30幾K的時候變成超導體 雖然溫度沒有提高很多 但是相對於過去的超導體 都是金屬或者是合金 這是一種全新的材料 那在短短的幾個月之內 全世界非常多的實驗室 都重現了他們的成果 甚至我們的吳茂昆院士 以及租金屋院士 他們找到的已被銅氧超導體 一口氣把超導轉變溫度 從30幾K推到90幾K 是一個突破性的發展 那也因為全世界的科學家 都幫他們證明了他們結果是對的 所以他們就拿到了第二年 1987年的諾貝爾物理獎 那這一次的室溫超導體 是不是也能夠走這個路徑 成為人類科學上的一個大突破呢 我們等著看吧 掰掰